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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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老舍离开了家 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 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名名的湖泊 在湖边 他独自静坐 沉思了一整天 直到如意 就在一天前 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 最为疯独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一阵门的冷漠 仅仅一天 他的心就碎了 他一闭眼 也许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 他一睁眼 又会什么都不是 一片空白 二十一年前 在一部小说里 他这样描述一个走向河水的老人 好像他早在那时 就为自己今天的死 设计好了模式 河水流得很快 好像你等他 等得不耐烦 水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仿佛像他低声的呼唤了 很快的 他想起了一辈子的事情 很快的 他忘了一切 飘 飘 飘 他将飘到大海里去 自由 清凉 干净 快乐 这部四十同堂手稿 在2001年 成为首批进入 国家档案名录的国宝 在四十多种 国家档案名录珍品中 他是唯一的文学类作品收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3年11月 经历了六年的分别之后 胡杰青带着三个孩子 逃离北平仑县区 来到大后方重庆 与他的丈夫老舍团聚 他就跟老舍讲了 他在北京待了五年多 有关的日本占领北京 北京成了仁县区以后 有关北京的人们的生活的状况 人们的一些感受 老舍看了以后 老舍的某一种记忆唤起了 他在两个月以后 都是四四年的一月份 他就跟这个胡杰青讲 他说你带给我了 一个伟大的作品 他说带给我了一个长篇大作 这部长篇大作 就是四世同堂 小说 以齐甲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 服依北平小羊圈胡同 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 生死存亡 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事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亚人》 它里面包含着某一种痛苦 某一种抗争 某一种亢奋 他一天爬到这个桌子上 是一个很瘦弱的身躯 这个生活很艰难的背景下 但是他的精神很强大 内心充满了一种力量 一种信心 他在这状态上 写着了60多万字的 40通常的前两部 都在这个房子里面 黄怀和偷生在这个里面写的 里面渗透了老舍的 那一种对北京的某种怀念 和对北京人在敌战区 在敌人沦陷区的 某种不抵抗的某种愤懒感 没门的 怪不得日本人一来 这暗门子这么多呢 感情你们就这么缺德呀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 你们 这要不是所长看中了你 你值不值五百个小 还两个说着呢 你为什么话都这么硬直 你让大翅膀我卖钱 你让关键的 向你还没笑 别我怎么卖钱 你让日本人 我怎么卖钱 你们 你都卖钱 你 你们这事要说你们 那你 那是老舍要写 司徒堂的那么一个意图 他就是要写 司徒堂这些人物 在日本战略下 他们的不抵抗 他们怎么来种了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或者他自己叫 白平文化的 这个病毒 种了以后 他们就要忍辱偷生 他们怎么来偷生 怎么来忍辱 最后老舍给他们就说 你要忍辱 你要偷生 最后的结局 就是死亡 他这个背后 对中国传统文化 对白平文化 包括对满族文化的 那种反思 和批判 所以这个小说的尼度 也在这儿 他不是像一般的一些 抗战的正面小说 写了以后 这个马上写 这个人们怎么反抗 怎么奋起来 而是写这个反抗的过程 多么艰难 而且就是人们在那种 这个必占领 必取手下 这么这个卑躬其袭的 这种生活状态 四世同堂问世后 法国人说 他让我们想到了 沦陷的巴黎 2006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奇奥 更是在四世同堂 法文新版的导演中 称老舍为自己的老师 我向你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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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你一枪呼吸 一步似续同堂 让老舍的思绪 又回到了他的故乡 北平 那里有他受苦受难的乡亲 父老兄弟姐妹 他要为他们写 写出他们在苦难中的成长 写出他们在苦难中的乡亲 写出他们在苦难中的乡亲 以前叫小羊眷胡同 这里整个被老舍写进了四世同堂 而他作为文学作品的故事发生地 不仅在四世同堂中出现过 在老舍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 正宏旗下和小人物字数中也出现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老舍对这里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 这是他的家 这是他的家 小羊家胡同八号圆 满清时代属于正宏旗主地 1899年立春的前一天 老舍就降生在这北屋的东套家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的真正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 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 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关于老舍童年的记忆 我们可以从他1935年的 中篇小说《月眼里读到》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 叫她给搓搓背 顶解痒痒了 可是我不敢常劳动的 她的手是洗粗了的 她瘦 被臭袜的熏得常不吃饭 我知道妈妈要想主意了 我知道 她常把衣裳推到一边 愣着 她和自己说话 她想什么主意呢 我可是猜不着 老舍先生是北京出生 北京长大 北京永远是她创作的一个 用之不介的一种源泉 只要她写到北京 她的作品就出彩 妈哭了一阵 把那点纸坟画了 一些纸灰在我面前 卷成了一两个旋 而后 懒懒地落在地上 大的坟已经变不清了 寺外漆黑 没有声音 只有月眼 放出一道冷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4年 老舍被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聘为中文讲师 练家的他 独自一人 在异国他乡度过了 五年岁月 我近来看小说的影 非常的大 说真的 近来出版的小说 实在比从前好地多 因为新小说 是用权力描写一段事 有情有景 又有主义 旧小说 是又长又沉闷 一点火气没有 况且现在用白话写 写得生动有趣 你说是不是 是 我也觉得新小说有意思 因为有一些文学上的价值 老舍开始想家 想国内的一切 想自己的过去 记忆中的一切 就像图画一样 全呈现在他的眼前 何不把这些图画 全写下来呢 他拿起了笔 北京的方言与风俗 幽默搞笑的笔法 尖刻的嘲讽 民国精神的批判 民族文化的反省 所有这一切 迅速成为老舍在文坛上 不可被模仿的品质 奠定了老舍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 惦记人的地位 他本人和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他的理解之深 是其他的当时的 同时代的北京的一些作家 是不可相比例的 他真正对北京的了解的是 老百姓的生活 市民的生活 所以他身上也体现了 很多老百姓人的那种特点 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替代的 老舍是第一位 纯粹用北京人的口语 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 他为自己提出的奋斗目标是 用平民签字文中的一千个字 写出好文章来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 老舍的文字太缺乏书生气 太俗 太贫 仅于泛夫走足的俗笔 老舍曾大声地回答过这种指责 我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老舍走着自己的路 而北京 这个他生长的地方 决定着他的思想 他的意识 他的人和 他的一切 1936年夏天 从1918年师范毕业 就一直教书的老舍 终于辞去教职 成为一名职业写家 1936年的春天的时候 当时他是听到 他的一个三大的一位朋友聊天 他说我在北平的时候 用过一个车夫 这个车夫是三起三落 人生就非常的跌宕起伏 但是最后还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那么老舍听到这个一句话 他就停下来了 他在安静地 他想这个可以构思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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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年的艰辛探索 老舍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 日真成熟 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 此刻积蓄的创作能量 他向世间奉献了他的重头戏 长篇小说 《骆驼箱子》 《骆驼《骆驾》》 《骆驼》 《骆驼箱子》 《骆驼箱子》 《吋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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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底層社会里头的劳动者 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象征性的 隐喻性的这么一个人 老舍通过这个人物 写出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路 人生路的一种可能性 跟车行打印子 还不如给我一分力的 我也不打印子 我慢慢省 等攒够了数啊 我现前买鲜货 有你的 四爷 我还得住在这 成啊 他是听那些 不能说话的人 说话的作家 老舍把翔子 看成他的亲兄弟 因为他从小受苦 他真正是在苦难里面长大的 他自己说过 他从他母亲那里 得到的是生命的教育 他知道怎么样去做人 怎么样去写作 今儿一天 我就看这沙倒了 这沙里头 有一个穿马褂的没有啊 血妹妹 饿死的 冻死的 都是他妈的心眼好的 对喽 有钱的 当官的 心他妈都是黑的 我打两点到这 从二马开始 我觉得老舍走上了一条 全新的创作道路 他过去就被成为一个幽默作家 这是也是大家 当时对他一个定位 心他妈都是黑的 我打两点到这会儿 水米没打压 从前门到瓶子门 我他妈拉撒来会儿 这个天 把屁眼都他妈动裂了 一个劲地放弃 但是这个作品呢 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感到是严肃的 沉重的 它的很多地方 有北平的 老北平的方言 但是方言的味道 已经不是很重了 它已经不是拿这个东西 拿地方的语言特色 去诱惑人 去吸引人了 吸引读者了 就是已经是比较成熟气的 老小的语言风格了 就是很简洁 很有力量 我六十多了 见过的事多多了 咱们拉车的姑娘 要是不见了 那把车下了白房子了 咱们卖汗 咱们的女人卖肉 虎型咱们卖肉 虎原来 古奇怪的 终 Bud 九仨 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民族 它将穿越时空 它将走向未来 它将被不同的 更多的民族国家的人 不同语种的人所接受 所体会 对这个主题进行不同的 再阐释再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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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应赚 李宗盛 大灭无盐 rocks 愛無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